跳伞员依次整理伞具进行武装披挂随后开始登机 此次跳伞是这个旅首次全员采用Y20大型运输机进行伞降 数分钟后飞机抵达预定空降地域 随着投放信号响起跳伞员依次快速离机 成功着陆后官兵解脱伞具收拢物资 按照作战编组集结人员进行渗透任务 夜幕降临连续完成多个场次的骤尖跳伞后 官兵立即转入夜间跳伞 到达预定空域跳伞员佩戴夜视器材跃出机舱 着陆后官兵开启夜视器材根据红外丞相进行战斗行动 向目标防御要点发起进攻 利用夜色遮蔽进行垂直打击 更利于出奇之胜掌握战场主动权 我们通过创新手段革新器材 演练打法等方式 有效提升了战斗员夜间侦侦查打击协同等作战能力 训练中这个旅按照战斗编组编排架次 以跨周夜空降作为突破口挑战显难客目 为遂行多样化空降作战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凌晨四点随着最后一架次跳伞员成功着陆 此次跨周夜武装集群散将训练圆满结束 采取不同时间进行空降作战行动 在真打实抗中魔力官兵作战技能 有效提升部队全时域随行空降作战任务的过硬本领 确保部队随时能拉得出降得下打得赢 文字幕提供